什么是北京城的宗族县? 节选 说到北京,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天安门广场 可是有一点你们也许不知道 天安门是北京城宗族县上的一株建筑 六百多年前,明朝皇帝计划修建北京的时候 定下一条南北方向的建筑轴线 过去的皇宫,也就是紫禁城 它的南边和北边各有天安门,前门,永定门,地安门 钟楼和古楼等多个高大的建筑都建在这条走线上 这就是北京城的钟走线 谢谢大家 元日,宋,王安时 豹竹生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图书 千门万户 童童日 总把新桃换旧福 谢谢大家 祝大家兔年大吉